原判決撤銷鄭載有犯殺人罪除有期徒刑17年 並以刑事執行完畢或涉免後 另入鄉上處所施以檢護 本院合議庭依據被告鄭載有之供訴 相關證人之證詞 還有眷父法醫研究所的鑑定報告 認定被告鄭載有卻有前開殺人的事實 那鄭載有所犯罪名是刑法第271條第一項是殺人罪 還有修正前刑法第135條第一項是妨害公務執行罪 並依想像金和犯從一種殺人罪處斷 那本院合議庭綜合各項證據資料 還有榮總嘉義分院成大醫院的鑑定報告 鑑定醫師的證詞 認定被告在行為時精神狀態 並未完全喪失辨識行為的能力 他只是有顯著減低的情形 故依刑法第19條第二項減輕其刑 但是不屬於第19條第一項的不法的情形 所以不是不法的要件 那本院合議庭以原審就被告正在有行為時精神狀態認定有誤 原審認定說是已經無辨識行為能力 並據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顯有不但故意以撤銷 依照榮總嘉義分院還有成大醫院的鑑定報告 被告精神狀態有再犯之餘 所以並宣告監護處分最長的期限五年 講無尷尾 過程到明星今次解決神 成功啊 十分滑 十分滑 超了 aman 三